当年因为参加大S和汪小飞的婚礼 郭德纲被骂了十多年 原因是在婚礼当天 郭德纲师傅侯耀文安葬仪式在北京举行 师傅下葬徒弟喝喜酒 这件事怎么看都不好看 郭德纲方面对这件事的解释 是不想和某些人一起参加葬礼 这个某些人当然暗示的是侯耀文的二哥 也就是郭德纲的二大爷侯耀华 郭德纲和侯耀华的交恶 本身就是一条蹊跷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两人的关系以及相互评价 曾经都非常的高 郭德纲认为侯耀华没有什么架子 对年轻的晚辈都心平气和 就像邻居家的大爷一样温和 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小老头 尤其是郭德纲和侯耀华合作百集情景喜剧《小房东》 剧中两人饰演一对父子 侯耀华的演技之精湛 让郭德纲叹服不已 本来互相认可的两个人 因为郭德纲师父侯耀华弟弟侯耀文的去世戛然而止 因为遗产问题 两人反目成仇 直到今天矛盾越积越深 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 郭德纲的仗义直言赢得了诸多网友的认可 与之相对的侯耀华却被塑造成 寄予弟弟财产 并且不惜和侄女打官司的形象 侯耀文先生的遗产纠纷 是侯耀华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从人人敬仰的前辈 转变成颇具争议的人物 郭德纲曾经在节目中直言不讳地谈过 为什么不惜和侯耀华反目成仇的原因 郭德纲道 师父侯耀文先生这么大一个角 这么大的一个腕去世了 最后遗产连下岗工人都不如 我要为师父争一个公道 其实按说这里边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也不说最后分我套裤子 给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不过觉得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些个 我要如实地把它说出来 这样的话呢我能对得起我师父 这个至于说后果麻烦 我倒是不在 这么多年来我也习惯了 可能我也有这么一个拧活的人 当初所做的那些我只觉得那儿做 对 但是别人可能跟他出发点不一样 理解的角度也不一样 每个人有每个人办理事情的方法 但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觉得这儿做对得起我师父 你这这么大一个艺术家 你说咱怎么做啊 就在大家普遍认为 郭德纲与侯耀华结怨的根本原因 就是遗产问题的时候 在近日著名主持人汪洋 他却在直播间告诉了大家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通过他的揭秘 绝对堪称圈内猛料 甚至颠覆了很多人以往的认知 在直播中 汪洋首先否认了郭德纲和侯耀华 是因为侯耀文遗产翻脸 因为侯耀文本身就没什么遗产 他在2004年离婚时 从住的小区净身出户 然后按揭贷款买了玫瑰园别墅 每个月都要还高额贷款 最后侯耀华和侯赞闹翻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这套房子的按揭还款问题 此外汪洋也不认为侯耀华和郭德纲闹掰 是因为分子钱问题 侯耀文葬礼的所有分子钱 加起来是60万元 这个数据侯赞在法庭上确认过 并非网传的光德云社就拿了60万 按照汪洋所说 侯耀华与郭德纲交恶的根本原因 不是因为遗产问题 而是因为控制与反控制 随着侯耀文的去世 侯耀华以侯门大家长自居 这样一来 郭德纲领衔的德云社 自然也要听这位大家长的话 这是郭德纲不能容忍的底线 汪洋在直播中讲到 就在侯耀文火化后第三天 在玫瑰园的地下室车库里 侯耀华召集所有人到侯耀文先生 玫瑰园地下车库开会 在小舞台上放了三把椅子 分别是施圣洁 侯耀华和石富宽的 其中侯耀华就宣布 侯爷没了 侯耀文也没有了 侯家的相声大旗 以后由我来扛 希望大家来表个态 石富宽先生和施圣洁先生 没有异议表示支持 侯耀文先生的大部分徒弟 也表示支持 但就在此时 站在某个角落的郭德纲 他的电话却响了 于是郭德纲对侯耀华说 二大爷我有事 我先回去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啊 郭德纲这一走 于谦也跟着走了 然后走了一大片 这是对侯耀华 接任侯派大家长的不认同 可以说 郭德纲的举动 让侯耀华十分尴尬和难堪 于是双方就彻底决裂了 所以说 在汪洋看来 侯耀华与郭德纲交恶 与遗产没有关系 与分子钱更没关系 根本原因就是 郭德纲不认可侯耀华 来扛侯家相声大旗 更不会让自己 一手创办的德云社 日后受侯耀华的控制 因为他确实不是那块料 如果当时侯耀华 想扛起侯家大旗 如果这个范围 仅限于侯氏一族 那估计郭德纲也不会反对 但是侯耀华想扛起的是 侯家相声联盟的大旗 这中间 不光包括侯家后人 也包括侯耀文的徒弟 石富宽的徒弟 和施盛杰的徒弟 事实上 后来侯耀文的很多徒弟 也确实聚集在了侯耀华周围 如今事实也证明 郭德纲的选择是正确的 因为相声是一门艺术 他的传承与发展 不可能依靠一个完全不懂相声的人 反观如今的侯耀华 确实没有能力扛起侯家相声大旗 因为相声的发展 仅仅靠备份和名分 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管理徒弟需要的是真能耐 还有前段时间 侯耀文的另外一位徒弟 精灵野 也通过直播的方式 公然炮轰侯耀华 称其为老不尊 葬送了鸿门的仪式英明 如今看来 因为遗产纷争 导致关系破裂 只是其中一个小的因素 2004年净身出户 2007年去世 短短三年间 能够留下多少遗产 最大的遗产 无疑是贷款买下的别墅 在这个遗产问题上 很可能郭德纲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如果当时郭德纲同意侯耀华 当这个侯家相声联盟盟主 那德云社将会继续尾身在 侯家相声的阴影下 公司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可能就不会有如今的德云社 而德云社也不会是德云社了吧